那麼現在呢 是不是獨厚綠有有 先前在這個進口新的 拖衣快篩世紀的時候 我們記得陳忠怎麼說的嗎 跟高端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國民黨議員 徐巧欣來爆料 說最近啊 這個指揮中心 提供民眾的螺氏快篩 跟綠的關係 好像很不錯 好像現在 風生水起 生計業者 從高端 福耀達 保吉生 都跟民進黨上下 是麻吉麻吉嗎 從過去這一開始 大家守著高端 福耀達 保吉生 現在是不是都是綠有有 他就說 想要來問 有沒有這幾年 生計業的八卦呢 議員張斯剛就說 要澄清嗎 經銷商背後正上關係 沒有說清楚 還有林奕淮 再來說了 這個螺氏的鬼故事 後面背景真的很硬 好 螺氏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快篩史明志提供的 好 就是這個螺氏公司 那麼他的經銷商 像是牛耳生計 但是牛耳生計的代理人是誰 我們來看到 羅氏代理商 台灣羅氏經銷商 牛耳國際生計 代理人是綠前立委的哥哥 就是呢 代理人蔡朝鎮 他是民進黨前立委 蔡黃郎的哥哥 不過現在呢 在這個中表示說 絕對沒有圖利的行為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再來看到 現任時藥署長 吳秀梅 他的弟弟跟妹妹 好 時藥署長 吳秀梅 他的弟妹是立委羅美玲 他的弟弟呢 是南投前議長 吳祥 有著牙醫的背景 那麼同樣有牙醫的背景是誰呢 就是陳時中 所以徐曉星就來酸了 說原來這些人啊 其實呢 他跟蔡朝鎮跟蔡黃郎 大家關係都不錯 所以原來都是一家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在這個部分 牙醫全聯會的顧問 蔡朝鎮就說了 這個指控是非常的不公平啦 直接原廠徵用 這跟經銷商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大家你相信沒關係嗎 你相信沒關係的話 加一好 你不相信加二 蔡朝鎮就說了 這次政府徵收價格真的很低 95塊錢 是指揮中心直接跟原廠徵用 跟經銷商沒關係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指控 絕對是非常的不公平 同時呢 我們可以看到是 實料署也澄清 絕對沒有圖列行為 但是你相信嗎 相信加一不相信加二 面對一下你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一家人 全部都是獨厚綠油油 帶你們來看 PCR到疫苗到快篩 似乎都有一些關鍵的廠商 跟關鍵的人物 跟民進黨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包括呢 福佑達保吉生高端 跟這次談到的這個牛耳 那這間牛耳呢 他的代表人喔 就是這個蔡朝鎮 那蔡朝鎮是蔡黃郎的哥哥 長期都跟羅氏有很密切的 這個合作關係 那呢 這個蔡朝鎮跟蔡黃郎 先前都曾經捲入一樁是 牙醫師公會的行賄的舊案 裡面呢 當時就有很關鍵的角色 叫做吳祺祥 那吳祺祥的太太 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羅美玲 那但更特別的是 他的姐姐就是現在的 食藥署長吳秀美 那陳時中跟他們的關係也很好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這個 牙醫背景相關系統的喔 所以像羅美玲當時選舉的時候 他們大家還一起 都去幫這個 羅美玲競選喔 那這樣子的一層關係 會讓大家覺得 欸 怎麼每次都這麼剛好 跟政府採購相關的一些廠商 都跟民進黨裡面 有很多密切的關聯性喔 現在全台灣的民眾 一個快篩難求的情況下 沒想到我們的政府部門 卻一起在想要發國難財 尤其像這個羅氏的這個藥廠 代理商跟我們食藥署 是不是有相關的裙帶關係 讓他們可以拿到這個標案 甚至是高登還有胡佑達等等的 在所有的標案裡面 看起來好像都隱藏著 讓人家耐人尋味的這些關係 我必須要問我們的指揮中心 你們到底有沒有想要 就是把所有疫情處理的細節能夠處理好 相信不加一 相信加一不相信加二 陳崇氣不去買了葉淑儀加二 還有蔡亞芳說是貪污大隊 以及Joyce Jen認為綠色發大財 好是不是真的綠色發大財 我們來看到是高登環球生衣 現在也被爆料了 說這個高登環球生衣 前身是個小吃店 而且他的資本額只有200萬 但是怎麼能夠來承攬指揮中心 16.5億的標案呢 我們可以看到高登回應說 獲得南韓快篩季的原廠支持 有上市公司提供資金 那麼但是大家就來問問了 到底是哪一家上市公司 不可能沒有董事會通過還有公告 以及用上市公司問題只會更大 要不要金管會證交所都動起來呢 好針對現在被質疑了 現在高登在深夜發表了聲明 說他們棄標了不投標 讓國民黨團組團來採購 現在棄標了1700萬劑 這樣的一個快篩 那麼說公司不是小吃店 董事長不時思考企業轉型 認識了許多的科技還有醫學人才 所以才會有這一次的合作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記者也來直擊下辦公室在這邊 好大門深所來看到人去樓空 這樣的公司呢高登環球不是搬走 是公司在進行裝潢 還有董事長在土城擁有大批的房產財力 更是超過了上市公司 說投標每一季賠錢 那賠錢是為了嗎 降低恐慌 好大家要來看到了 大家你相信嗎 現在金主代表發聲說決定要棄標 網友就說了這個在台灣很普遍啦 做政府標案很多的中小企業都是這樣 另外以及有人說要來查一查這個金流跟營業狀況 搞不好這次根本就是個空殼公司 好現在藍野大罵這實在是太扯了 從小吃店變成生意賣面的竟能轉身賣快篩 高登環球生意公司遭爆資本額只有200萬 卻能承攬指揮中心16.5億的標案 誇張的是直擊公司登記的地址 隱身在新北山重移動辦公大樓 但早已人去樓空 門口掛的卻是視力演訓中心 3月底4月就搬走了 搜索他們的什麼相關郵件嗎 有啊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高登是他們啊 這樣的公司 為不不跟他買1700萬劑快篩劑 網友狂炸鍋太扯了吧 是人頭公司嗎 難道是發了大財換地方 狂酸那你衛福部公文是發給鬼喔 被爆出土利宜雲高登環球 在深夜宣布放棄政府快篩標案 還嗆國民黨可以自己組團 採購快篩 這個案子實在太悬 沒有人會相信一個資本額 200萬的公司可以通天啊 通到衛福部疫情指揮中心的天啊 我們完全不知道 他背後有幕後的金主啊 是上市公司啊 那他這個貨款是16.5億 藍尾加碼爆料 4月28號衛福部邀請 各家廠商參與投標會 原本根本沒有 五季裝產品的高登環球 當天才獲准通過五季裝 政府難道是特意 讓高登能加入快篩國家隊 你找了一個讓我們覺得是 詐騙集團的公司 違法的事情 那能夠符合我們需要交貨 然後他自己本身 沒有這樣的資金能力 如果沒有照時間交貨 我們會處分 他一千七百萬支耶 你們也敢給耶 我們還沒預約啦 而快篩實名制上路 政府提供民眾購買的 螺絲快篩 也被爆出和綠營關係匪淺 包裝盒上寫著總經銷商 牛耳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正是前立委蔡黃狼的哥哥 蔡朝鎮 藍軍大罵為何跟生技有關的 都是民進黨自己人 那這樣子的一層關係 會讓大家覺得 怎麼每次都這麼剛好 跟政府採購相關的一些廠商 都跟民進黨裡面 有很多密切的關聯 從高端賣疫苗 到賣面的高登賣快篩 和民眾性命 攸關的重大採購 都爆出漫天的疑運和爭端 記得林文林佩傑 臺北採訪報導 繁榮疫情高風馬上到了 民眾抱怨買不到快篩 指揮中心 緊急向22家廠商來採購快篩試劑 但是現在被國民黨團指控說 有一家高登 高登環球生意有限公司 是小吃店變身 對此高登在昨天晚間 發表最新聲明 否認公司是一個前身是小吃店 他說是企業辦理團伙公司 那麼同時表明 他說他們要棄標了 不投標 退出國家隊 還怒轟國民黨權貴思考 說希望國民黨來組團採購 為人民謀取更大更好的利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記者也來到這公司 就發現公司 現在是沒有人在的 他們表示是重新裝潢 同時也來說明了這個招標 好涉嫌是不是有圖略狀況 表示說市已沒計 九十五元進行採購 還聯手上市公司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他們就直接來對決國民黨 說不投標了 要來退出 但是大家也想問問了 這個公司呢 他的資本額大概就是200萬 怎麼能夠吃下 衛福部16.5億的一個 快篩世紀的採購合約 為什麼能夠拿到標案 現在宣布棄標 但是呢問題還很多 看到新北市議員 再來加碼爆料 說呢在這個高登負責人 劉偉澤的公司 有幾個人 其實三個人過去曾經欠錢 還涉及了詐欺 還有違法等等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回呢 也因為涉嫌違反了要事法 所以其實還在偵辦當中 甚至現在在這個精準部分說 負責人是個土城的大地主 等等等等的說法 讓大家也沒有辦法來相信 好現在可以看到過去的爭議 不斷甚至呢現在還有涉嫌了 是有詐欺有違法行為 那這一次又有什麼樣的黑幕呢 帶來看 昨天環球高登呢發聲明啊 說他決定不參與快篩季的投標 還把自己講的很偉大 說他參與投標呢 其實是想要為國家做事 然後呢他的金主還說 他是一個土城大地主等等 我一個學長生看不下去 他說他認識劉偉澤 他知道劉偉澤到底正面目是怎樣 他們公司就只有三個人 而且劉偉澤還欠租賃公司幾十萬 連幾十萬都付不出來 還把自己講得這麼的厲害 那他還涉嫌詐欺我學長 因為他騙我學長說 他擁有日本吉普利公司的版權 那我學長是一個做口罩製造的 那就付了大概前後付了三百多萬 然後給劉偉澤這些人 那最後呢沒想到也花了一兩千萬 已經口罩都做好了 那正要鋪通路的時候 劉偉澤那些人直接跟我學長講說 不好意思這個你不能上架 因為我們授權沒有談多 我學長後來去跟日本追查 才發現一切都是騙局 那劉偉澤自己還牽涉到一個更誇張的要事法 他涉嫌呢把A公司的口罩 裝到賓公司的盒子裡 然後去騙消費者說他只有雙綱力 那我在這邊就覺得非常奇怪 這公司那麼怪人又少 然後負責人呢都會搞通搞西 做這些涉嫌可能有一些問題的事情 結果我們的國家居然跟他採購16.5億的快篩計 你到底是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因素 還是你根本沒有幫國人的健康把關 然後陳時中還一直在幫這種廠商講話 陳時中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真的看不下去了 就是怎麼會連採購一個快篩計都會搞成這樣 高東環球宣佈氣標了 還呼籲國民黨來組團採購 對此國民黨副秘書長李彥秀PO文回應 他說民運黨深夜斷尾求生的界隆 還點出民運黨危機處理的5條SOP 就是風向不對趕快盡速的切割 止血叫護在野望軍出征 在陳時中記者會上辯護呢 到高登晚間推設聲明 真的是見識到民進黨是最會政治操作的政黨 他也回應高登 國民黨是政黨為了防 避禁責 不是什麼小吃店 也不是什麼生技公司 所以國民黨並不會華麗的轉身 成為快設計的進口聲 我想政治干預了這個商業 那我們好不容易也爭取到五月前 五月中以前 有一些快摘可以讓國人來使用 現在少了這些量 我們要另外再找 我沒有講過快篩國家隊 你每個公司給他任務 他就要幫你完成啊 所以你當然要確保每家公司都有這個能力做到啊 對啊 結果呢 你找了一個讓我們覺得是詐騙集團的公司 結果 你要證明他詐騙集團法律得任自負 可以啊 我覺得儀式啊 他到目前為止來講 我們很清楚的 這家公司 包括大家講三個人 牽涉一堆違法的事情 那能夠符合我們需要交貨 然後他自己本身沒有這樣的資金能力 如果沒有照時間交貨我們會處分 我覺得以這樣來講 願感來金你們也敢給他1700萬支耶 你們也敢給 我們還沒預約啦 這不是預不預約的問題 是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要納入1700萬這麼重大責任 衛福部完全沒有去查查他的背景 那我覺得要獨立在哪一家 以及他自己本身貨品的來源到底有沒有 高登環球生意昨天晚上緊急發布兩次的訊息 表示他們要棄標了 這當中是不是因為 國民黨發現這樣的一個疑似弊案 他們要斷尾求生 我們也希望衛福部 以及相關的單位一定要交代清楚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收入CTI285